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人已单上了年纪,身体不断的老化 钙流失的情况特别的普遍的 骨肉脆弱,摔到一次可不得了 骨肉的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 需要适当的吃一些高钙的食物来帮助补钙 循序渐渐,慢慢的强筋坚固 下面这种食材都是高钙的食物 用它给大家分享一道 鸡能够补钙,又能够滋养甘肾 强壮骨肉的一道非常不错的养生粥 我们准备红豆,把红豆淘洗干净 红豆有大红豆,小红豆 外观看上去没什么区别的 营养都是一样的 红豆是比较常见的粗粮 而且营养比较高 可以在我国多地种植 具有增强食欲 抗风湿,以及减少胆固醇 补钙,改善便秘的功效 红豆里面含有维生素 钙质,以及蛋白质多种矿物质 营养价值比较高大 同时含有人体所需要的脂肪 是比较健康的保健食品 用于促进食欲 达到增强食欲的效果 红豆里面含有皂肝等成分 可以作为药食用 能用于治疗风湿、骨痛引起的腹部脏满 达到比较好的清热解毒 抗风湿的效果 红豆的不钙效果比较强大的 红豆含有钙元素 能够帮助辅助不钙的效果 对于腿脚抽筋,以及缺钙 都能够起到特别好的辅助作用 并且红豆里面含有比较丰富的膳食纤维 可以用于减少血胆固醇的成绩 对于防止心脑血管疾病有很多的作用的 大红豆、小红豆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我这里准备的是小红豆 也可以用大红豆的 家里有什么就用什么 红豆也能够调节血糖的 红豆是典型的高价食物 能够帮助糖尿病患者更好的控制血糖 红豆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 能够降血压、降血脂 红豆含有铁质 具有补血、促进血循环 是贫血患者的一项食物 平时不想吃猪肝的 我们可以吃红豆进行补血 红豆能够清新养神 健脾益胜 功效比较多大 再准备紫米淘洗干净 紫米主要含赖氨酸、酸氨酸、维生素B1、维生素B2、蛋白质、液酸、脂肪等多种营养物质 以及铁、铁、钙、链等人体所需要的矿物元素 具有健脾异味 铁质、铁质、铁质、润肠通便的作用大 紫米有暖胃、暖脾、滋补肝肾、缩小便的功效 对于胃寒、缺铁、缺钙都能够含好的治疗作用 紫米胃肝、性温、有益气补血的功效 多吃紫米能够补充铁元素的吸收 对于防止缺铁性贫血症 使皮肤恢复良好的血色有很好的功效 适合用于产后虚弱 体虚、情绪的人食用大 紫米膳食纤维比较高 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 加速分辨的排出 起到润肠通便 对预防肚脉中央硬化有帮助 紫米热量比较低的 而且富含膳食纤维 使用之后不仅能够帮助消化 还能够增加饱腹感 可以减少对其他食物的摄取 从而帮助控制体重 紫米具有益气补血 自因补肾的功效 女性使用之后 可以使气色变得特别的好 补钙又补心 增加抵抗能力大 大米胃肝品 具有补肾和脾 补中益气 自因润肺 生经止渴 以及补充阴阳的功效 能够缓解脾胃不和 中气不足 肺因亏虚 大米为贫 能够入脾经 肾经 煮成之后 可以补钙打 滋养肝肾 又健脾养胃 大米为五骨之手 能补中益气 缓解气血生成不足 造成的中气不足 身体缺乏无力 大米性质平和 可以滋阴润肺 能够改善肺因虚导致的咳嗽 痰多 大米胃肝 可以生经止渴之功效 大米营养比较丰富 含有骨维素 蛋白质 蛋白质 胺基酸 碳水 化合物等营养成分 可以满足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的 花生是一种富含蛋白质脂肪的坚果 含有比较丰富的 人体的生长发育 人体所需要的胺基酸 卵磷脂和脑磷脂在花生中含有丰富 卵磷脂和脑磷脂 花生中含量特别的丰富 这些物质 在促进生长发育 增强大脑的发育 延缓大脑功能 很有豪大 花生中含有的白磷乳醇 作为一种抗氧化抗溶的有效物质 在预防肿瘤疾病 肌脑血管疾病的方面有很好的作用 花生中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不饱和脂肪酸 具有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 所以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大 营养比较丰富 接下来把我们准备好的所有食材倒入锅里面 加入清水 中火焖煮30分钟 焖煮好之后 我们加入牛奶 搅拌搅拌就可以直接喝辣 牛奶含干料特别高大 含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 脂肪 脂肪 钙 磷等物质 不仅含有钙比较丰富 而且容易被人体吸收 可以为人体提供不丰的钙剂 牛奶中含有的钙含量比较高 通常100克普通牛奶中 约含有110m克的钙 日常喝一些牛奶 又营养又美味的 牛奶中含有的钙以脂溶性钙为主 机体较容易吸收 牛奶中含有大量的落蛋白 维生素D 以及必须氨基酸 能够促进机体的对钙吸收 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可以多喝牛奶 补充钙质 预防骨肉中的流失大 这道汤就有非常好的补钙作用 经常喝一喝 可以强壮身体 增强钙质 做法比较简单的 用到实在中的我们家里有的食材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试一试 好了 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我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你帮我点赞关注 电影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 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